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伯格18号病逝 特朗普22号便急匆匆地表示 他将在26号宣布继任人选 尽管距离总统大选不到一个半月 特朗普仍执意在选前提名大法官的继任者 并且由于共和党参议员罗姆尼表示 会跟着程序走 所以特朗普提名的人选几乎确定 可以通过参议员的批准 据悉 特朗普目前正仔细审查五名女性的资格 已和其中一位可能被提名人谈过 将在25号或26号公布大法官的提名人选 据共和党人士透露 特朗普偏号的人选为 芝加哥联邦第七巡回上诉法院法官巴瑞特 即亚特兰大第十一巡回上诉法院法官拉戈亚 虽然参众两院多人表示 不应在11月3号总统大选前表决特朗普提名的人选 但由于共和党在参院掌握53席对47席的优势 仍可在大选前表决这项人事案 并且特朗普公开表示 最后的表决应在大选前进行 我们有充裕的时间处理这项任命案 华盛顿邮报报道 特朗普21号在白宫建了芝加哥联邦第七巡回上诉法院法官巴瑞特 他是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保守派法官 也是目前接替金斯伯格大法官移缺呼声最高的人选 可能人选还包括来自北卡罗莱纳州的联邦第四巡回上诉法官鲁星 年仅38岁的他 是特朗普准备提名的候选人中年纪最轻者 特朗普说自己的口袋名单有五位女性 但可能无法在宣布提名前一一亲自面谈 需有至少四位共和党参议员反对 才有可能阻止表决 一些民主党人员寄望经常批评特朗普的罗姆尼拒绝投票 温和派共和党参议员贾德纳也已表示会跟着程序走 美国最高法院共有九名成员为终身职 因此金斯伯格逝世 让总统特朗普有机会第三度任命新的大法官 扩大保守派在最高法院的多数优势 特朗普提名的新人若获参议院同意 九名大法官中保守派将增为六人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